目標就是將來整個捷運完成以後 所有管線會下地 會讓救市區有一個新的風波 接下來站的位置就是我們的 三陰捷運線的機場用地 我們這邊是依照方鴻的高度 來取決我們機場的完成面的高層 準備填足到我們預定的機場高層 以目前整個地形來看 我們大概有高三米的位置 要去做分層航時的作業 這個三米的範圍內 包括我們的路基等地的航時以外 逐步填上來有我們的管線 包括耗製管線、電力管線、排水管線 還有我們的一些通訊管線 這些設備都必須在機場的用地裡面 去施作 就分層航時 它就依照管線的位置 逐步逐步航時到一個程度以後 先做部分的管線 然後再到航時到另外一個高層的時候 它又再做另外一些設備跟管線 所以機場它在施工過程中 雖然看起來就是回田其實很單純 事實上它是非常複雜 80年開始我大概就是做軌道部分 那軌道部分不是捷運的部分 是台鐵、鐵路地下化 那一直到89年到高雄去做左營車站的一個科技 再從90年後我就開始參加高雄捷運的工程 全部都是水稻架的 跟我目前三義是很像的 我們沿線幾乎都是晚上來施工 包括剛購的施工一定都在晚上來施工 釣糧這些部分 那所以花費的人力跟大家的辛勞都非常的大 這個工程最希望就是從無到有 然後做完然後等到它通車 然後看到很多人在上面去搭這個車 那種喜悅的那個感覺 我們已經出現了 玉米星 零尾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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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